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事护理工作大概有近20年的时间 自己本身从一个小护理人员走到长照 然后会觉得好像一路走过来就觉得很奇妙 高中毕业的那两年在执行护理工作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外观或是口音甚至我的肤色 都比较让人家觉得就是让一般人会觉得 我们好像比较特别一点 那我那时候就是为了想说要提升自己 就是透过学习跟再继续读书读四季 就是后来就到台北念四年的大学 如果说我要从事护理工作的话 我也可以帮忙照顾到我阿公阿嬷 甚至我自己的爸爸妈妈 小时候都是阿公阿嬷带大的 那阿公阿嬷其实从小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照顾我 然后也给我很多的鼓励 看到我回来 阿嬷你回来了 就是那种很看到我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阿公阿嬷在我大学陆陆续续他们就相继就回去 对回天家了 我一直以为说我可能来得及照顾到他们 然后可是那时候的一些医疗资源 包含居家服务或是一些长照的这些的对偏向的一些资源 其实都等于就是我们的这些长辈都没有使用到 甚至没有满足到他们 政策一直在改变 长照的这个趋势也一直在进步 甚至他对原乡的这个照顾也越来越落实了 台中市卫生局就开放了 让我们就是相关的人员可以去申请这个机构 一刚开始就是一个初心 那个初心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可以做 应该不会怎么样 然后也没有想太多 也不知道说原来创业这么的辛苦 就是那个一股火热 我们从107年服务的人数一直到 到今年我们服务的人数已经超过300位以上的 那洛卡赫的意思就是泰雅族的加油 你蛮常听到就是部落里面那样子 洛卡洛卡洛卡好像是说我在鼓励你 你在激励我 然后我们相互激励的那种意思 他其实在我们原住民部落里面是很常用的一个用语 特别感谢台中市卫生局对那些长官的特别的协助 那时候从二十几个单位领选出五个示范点 我们这个示范点算是中部原乡的第一家是原住民身份 而且是申请到原乡的第一个日照中心 就是我很重视我对我的这些长者就是一个很尊重的一个态度 然后我对他们都视为是自己的家人 视为是自己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一个看待 因为服务的项目非常多样 我们就是依据个案他们的需求 然后透过跟家属这边的一个讨论 那我们就是让就是满足个案他们想要的一个服务项目 要去提供他们 就是跟我自己的工作伙伴 我们会一起相互的彼此打气跟勉励是说 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把长照这件事情做好 我们善待我们的长辈 我们善待我们的个案 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就是在活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部落的地方上 可以享受晚年的生活 我觉得就是可以走到现在 我真的是要特别有感谢我的这些的工作伙伴们 我们这些团队 那我对待我的同仁们都是这样的方式 那对待长辈一定是更加尊重 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是希望他们都是我们手中的至宝 都是一个珍珠 每个人进到我们日照中心 就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然后给人家带来温满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我们希望说我们的服务 不是说只有我们自己若卡赫好就好了 我也希望在十六大族群 我们各有各个文化模式的一个照顾情境之下 我们可以创造就是十六大族群特色更好的一个日照中心的一个照顾补物模式 我比喻我自己啦 就是我只是一根小蜡烛 但是希望我这根小蜡烛可以影响到更多的蜡烛 来点燃在整个园园区的一盏光 来照耀我们原乡地区的这些长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